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现在立法院国民党要提这个案子吗 其实这真的很难讲你知道吗 因为当时我们定这个 现任元首领域条例 就正常的状况定出来的 你怎么会发现说 你遇到一个百年难得一见的案例 其实你的法律都要防范这种例外的状况 所以这真的就是很悲哀 就是你现在变立法 你都是要先防漏洞 防草门 然后完全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之下 但是其实都没有期待 你从来的市场里边 你好像早就先介绍我 我做你们肯定了 你到底是想干一个 你是不是想干一个 你准备什么 我做什么 我做什么